那看一下哈 我的车6000公里 这个机舱盖 平时打开呢 它会跳起来 但是最近呢 可能前面已经变形了 它是打不开的 来 拉一下是没有声音的 其实这个时候呢 已经打开了 可是呢 它没有跳起来 你要用手 用力的这样子抓一下 就是里面卡住了嘛 哎 北美这个做工真的很差的 我告诉你 那个声音是不是很八大一声 我刚才拉错了 看 本来是半开的状态 但是呢 这是没有半开的 那就说明你要用手拉一下 然后才 打得开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是应该是这个位置 可能因为 左右换嘛 车身会左右换 然后呢 它就打不开了 但没关系 这是轻微的一点变形 这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这边的这个 通病 这个是那个拉绳 可以看一下 OK 我再给你释放一遍 来 盖下去 现在是盖住的啊 你拉不开的 对不对 OK 然后呢 你会听到一个声音 然后 这是拉开关 OK 来 是不是 巴达一声 哦 现在开了 你看 现在开了 这就说明 这个 结构上面 可能有点变形 来 因为它是固定的左和右嘛 你想想它如果说这个车架有扭曲的话 那你就完蛋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 然后 呃 后面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 那个泥浆水会打到这里 整个这里会打得到 呃 到这里如果没有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 呃 就是打上去了 但是你 哎 编不下去了 这个花编不下去了 其实不会打得到啦 你上下车也不会碰到 它顶多就是粘东西跑到这里 绝对不会跑到这个位置 OK 呃 不管下多大的雨有多粘 都不会跑上来 开玩笑的 刚才 对 对 对